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 今天晚上吉祥 我们继续来探讨 颠倒 颠倒的解药 源自于 就是 文殊师利菩萨所为我们讲解的 长寿灭罪 护诸童子 陀罗尼金 这里面呢 为什么这么强调我们要 重视所谓的颠倒的现象 所谓心经 波尔心经有说 心无挂碍 远离颠倒梦想 这就是一个 现代人 你很想要求自己一个 安心立命的时候 我们都要深思的一个 治理名言 在这个治理名言当中呢 我们就来思考 什么是颠倒 所谓的颠倒就是 直入为马 黑白是非不分 黑白混淆 整个把真相颠倒为假象 然后呈现给世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清楚 很多颠倒的现象 像很多人会抽烟 但是抽烟其实对我们的肺部非常不好 也对环境呢 造成很多人的不健康 像我们就佛教徒会比较喜欢点的是 艾草香 它也是一种烟 可是这种烟呢 它闻起来是让你头脑很清醒的 然后让整个空气都能够杀菌 你看很多那个中医师很喜欢拿艾草香去熏每一个人的穴位 也有很多人 他因为交际应酬很喜欢喝酒 可是喝酒呢 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智慧 我们可以选择在佛教徒里面 其实都会喜欢去选择那个无酒精的饮料 像那个黑麦芝啊 或者是现在其实也很多一些慈悲的 一些慈善的公司 他们也是会研发一种无酒精的饮料 就是让你想有那个酒的口感 可是你没有达成您对酒的伤害 就是酒就是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其实这都是一种智慧的选择 那我们就不用再一直很颠倒的就跑去喝那个酒 像我的家人很喜欢喝酒 所以我在过年的时候就会想要买那个无酒精的酒 劝他借酒 因为我们很清楚 没有喝酒的人呢 像我只要碰到一点点的酒 我身上就会起红疹 我根本是无法碰到任何酒精的 包括吃那个中药的补汤都会有这个现象 另外我们还会来探讨第二个身 就是颠倒的问题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其实是不是生产的 这些不是生产的人 他们都是恶人吗 难道所谓的生产一定是像农夫下去做 耕作 做田 就是造福人类的方式一定是劳动吗 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他是劳心呢 像僧人他在超度鬼神 你想想看 像祖先 如果还有一些意外的伤害 所造成的一些 王者现象 如果没有这些僧人 很愿意去 或者是这些佛教徒 很愿意去奉献自己的时间 来去做超度的话 我们在家 就是这些再生者 我们真的可以安心吗 比如说 如果我们的祖先 我们不愿意去超度他 乃至地基主 我们都不愿意去 去帮助他 乃至是像那个澳洲大火 几亿的 几亿的动物 还有美国大火 这些往生灵涂炭 还有就是像那个 最近知道的那种英国的雕 都是一千六百万只 这样的一个死亡 如果我们这些变数 会不会就是因为 要做很广大的超度 我们就是在 亚洲地区这边 可能比较盛行 所以就会让我们这里 特别是台湾 就会显得很平安 因为很多人 你不要笑他在感惊战 就念那一句 很没有用的欧弥陀佛 你其实莫名的被他 蒙受了利益 你自己其实是毫无感觉的 所以这也就是 新奇我要开这个直播原因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很颠倒的现象 有很多的事情呢 可能宗教跟宗教之间不够信任 不够相互理解 就会觉得说这些不是生产的人 做这些事情是无所谓的 因为他们要看到的是钞票 结果 劳动的成果 就像凤梨 我就一个种子 很明显就形成一个大的果肉 让你吃下肚 你才感受到说 这个是真正的获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些人 社会的资源的分配 有些人本来就是要去忙什么 忙富贵的事情 而有些人要忙智慧的事情 像教育 你不能一时一刻的松懈 只要一时一刻的松懈 社会的恶人 就会危害到我们生活的安宁 有一些鬼神的现象 还有就是要超度的一些事业 你不能放着 让他就是不理他不去做 那这么多的一个 我们的祥和之气要怎么凝聚呢 所以有些人他是劳心的 并不代表他没有劳动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看 就是以自我的价值观 去衡量这些 就是不是生产的人 他们就是所谓的 就是不务正业 我们不能有这种侵蚀 他们的心态 就像作家在写文章 教化人心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这些波乱反正的人 他们愿意去提倡 很多真善美 那么我们的社会充斥的 满满的打开网路报纸 都是色情暴力跟谴责 那么我们的生活 这些微小的感动 感动乃至救济 慈善身边人 对身边人的某些误解 这些误解其实是有智慧可以贡献的 就像我知道的你不知道 而你知道的我不知道的相互的分享 其实它都是需要存在的 还有像科学家 他就忙着收集着资料 就提醒地球的极端气候的变迁 你不能因为他不是农夫 生产不出一个水果让你吃 没有参加劳动 他是心智的劳动 这种人的心智劳动 常常是日夜颠倒 而且是非常疲累的 他是舍下他所有的一些 就是感官的快乐 或者是满足他交友的心 满足自己交友去踏青的这些时光 他可能也可能是三餐 就是只有吃一餐 在忙碌这些事情 因为他心里面有大众 是大公无私的 是整个地球人类的一个生态 所以他是很敬业很敬业的 我们常常也看到有一些气象学家 他会PO出一些文章出来 提醒我们现在台风有要靠近了 我们就要赶快去做 我们这些劳动的人 就要赶快去做一些 就是门窗啊窗户啊 或者是很多的防护措施 我们才会有警觉 这个生态其实是各行各业的摆态 生活摆态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这些 所谓的价值 而他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彼此是环环相扣 息息相关的 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 另外也有一些就是广告商啊 他会帮忙就是卫生单位来做提醒 提醒什么呢 比如说注意洗手要防止疫情的发生啊 然后出去外面要注意就是安全啊 还有就很多的一个提醒很贴心 其实这样的人你不能说他没有劳动 另外也有一些风水学家 他们会去研究人们如何注意这种趋吉避凶 对不对 他们心斗月仪 这一个情况 他们可能都会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比对资料 才会有一个成果呈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并不是说劳动才是生产 劳心也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了解我们不能颠倒 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很想就是做这种劳心工作奉献的人 可是很无奈啊 就是手机费健保费什么的三餐也是要顾啊 所以也是得去卖一个水饺 卖佛珠啊跟卖这个葫芦啊 那你这时候也不能说 你不是说你要亲近佛门啊 你怎么不守不持经营界啊 这样子的情况 我这些费用没有人帮我负担 我也没有办法专心的开播 或者是专心的去做佛学研究来奉献给各位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颠倒的现象 其实都是指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不能就是一直就是用你的思考的方法 来衡量每一个人的生活价值观 因为他对他而言都是一个过渡性的 一个过渡性的像六祖慧能大师 他曾经也是混在猎人堆里面吃肉鞭菜 你不能说他修行非常的颠倒 你怎么会想要吃那个肉呢 喝那个肉汤呢 这其实他是心里面是百般不愿意 就像我百般不愿意去卖这些佛珠啦 葫芦啦 或者是卖这些水饺啊 我也很希望就是专心的做佛学研究 然后很专心的就是往佛门一步一步的靠近 但是现在的一个疫情状态下就是迫使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些平衡自己生活生态的一个平衡的生活方法 但是我也没有侵犯到你啊 所以就是这些价值观其实是不应该让你这样颠倒的产生 所以还有就是有一些情况 他就说在家众啊会骂人哦 对三宝不恭敬 其实在我的看来呢 就是像我是读佛教系哦 我们看到有一些在家众他的那个品性品德 做事情 很多的帮助 其实是没有输三宝的 没有输僧人的 因为很多僧人他们出家是五六岁就出家 其实他们对很多外面工作社会的情况是浑然不知 所以心性上他是很单纯 但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也是很单纯的 就直接讲出他的想法 他没有顾虑到整个一个生态大环境的一个情况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如果只是只是看到有些人跟有些人 佛跟佛在吵架 我们就说他在吵架 可是有智慧的人会说他们在辩论经文 他们在辩道 就是意思是说他们在讲的是佛法 而你自己是因为你的心混淆了 你的心颠倒了 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人在吵架 或者是在家中他不攻进三宝 而他是毁谤三宝 有时候在家中他是举证三宝啊 规劝三宝 并不是在毁谤三宝 其实有些用词就很颠倒 价值观也很颠倒 你要看 其实我在读佛大的时候啊 我有一次就是去考华语老师 然后那个超商的超商的店员 刚好也是我们佛大的一个学生 他就说 你们三人不是不可以抽烟吗 我怎么看到你们的 好像你们的那个穿身服的法师在抽烟 我说是哪一个怎么可能 我都认识 原来就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僧人 他就真的有抽烟 因为我看他很奇怪 都会换上便服 然后就抽烟 所以我就会去规劝他 我就把门关起来 就去规劝他 他就说很难过的是 他没有保持在我心中很美好的一个形象 可我对 我也对我们的一个僧侣哦 有一种很尊敬的一切 就是说他被规劝哦 他不会 他不会狡辩 他会忏悔 他会知道我是坏人 所以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自己是坏人的话 我们是恶人的话 这个社会还会不和谐吗 这个社会还会争吵吗 就是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 我们是好人啊 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好人啊 我无过可改 我不用忏悔 乃至就是 呃 你面对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去 呃 让自己 就是升起智慧 像有 过去有一个禅宗的故事哦 就是两个老人 他们已经要退休了 这个寺庙呢 要选一个住持 也不知道选谁 因为人才济济啊 每个人都很有才华啊 每个人的德恨都很 看起来表面上很好 但是我要找一个 真正能够平衡 这一个僧团的人是谁呢 于是啊 他们就列举了几个对象 其中一个是从那个 大辽里面煮饭的法师 他就把他叫过来 叫过来之后呢 就请他 问他说 呃 你看这个花瓶怎么样 他摆在这里好不好看 然后这个僧人呢 就把他一脚就把他踢破了 踢破了 踢倒了那个花瓶 诶 那我请问你 这时候你要说 这个僧人他在毁谤三宝吗 他他接受测试 他应该是有智慧的 但是他怎么会做这种 很极端的行为呢 来跟这两个老人 老和尚们意思是说 一切无所住 无相无求无助 那你们的测试 我也是无助无相 呃 我也不住在你们 要测试我的这种想法里面 所以我就把你的花瓶踢倒 啊 这两个老人就很开心啊 天啊天啊 对啊对啊 哎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哎 这种就已经不住在巷里面的 这种僧人很难得 这就是我们要的住持